恭喜恭喜 恭喜之前和 Ramon 拍的影片 終於過了三晚了 是 其實真的不是刻意有 Part 2 因為我發現我剪完影片之後 發現原來還有一段很珍貴的訪問 我是未公開給大家看的 是說什麼 不要說那麼多了 既然都達標了 大家看影片吧 Ramona 你唱歌唱得這麼好 其實你平時怎麼練歌的 其實練歌比賽來說 我是一直 如果要記歌詞 我是聽很多很多次 坐地鐵、坐巴士 一直聽著同一首歌 慢慢就會自然會入腦 不過就要時間 記歌詞這件事是我的藥行 另外唱歌方面 我都是不斷唱歌 我會用電話錄著自己 做手勢 做台風 有時間就會看影片 看看自己有什麼可以改進 但通常因為我沒有工作室 我只會在家裡練歌 我又有 Part of 我害羞 反而我連家人都不想讓他們聽到我練歌 所以我媽媽經常覺得 你不用練歌 但其實我有的 在我自己的房間裡小聲 不是很小聲 但在外面聽不到 又或者我會在她 我媽媽的衣舞間裡 因為很多衣服都會吸收 讓外面的人聽不到 應該很大 不是很大的 只是一間小房 就像在裏面裝設計 就像在裏面裝設計 練歌 就算你唱得多大聲 都會先吸收音 喊破喉嚨也沒有人理 原來 Ramon 是有練過的 我又想問一下 你小時候是否有完美表 是的 因為我小時候有學鋼琴 我家人會試我 彈一個音 或者兩個至三個 同一時間 我都會說得出哪幾個音 很厲害 是的 但是沒有了 這個Skill 大一個就沒有了 是的 原來一直不練 是會沒有的 我想我猜 我現在一粒音 我都會說得出來 但是 如果你無端端叫我 你唱的E出來 我唱不到這樣 但是我不會知道 是的 那都很厲害 原來你本身 已經很有音樂的sense 小時候 比較多 但是你是否認識很多樂器 我曾經學過三種樂器 鋼琴 其實我都考完八級 但是之後沒有再繼續彈 這個其實是可惜的 不過彈琴都是我被家人逼出來的 哈哈 但是有趣之處就是 我爸爸媽媽 是說我小時候自動自覺話 告訴他們我想學鋼琴 因為我兩個姐姐都學鋼琴 那我就 他們做什麼 我就想跟著做什麼 所以我三歲還是四歲 就跟我爸爸媽媽說 我要學鋼琴 但是學了之後 又不想練琴 然後每次都是 都練琴的時候 就是要逼出來給我媽媽 說到 直至到我去到外國 讀書 就沒有人讀我練琴 那我就都學了幾年之後 都沒有再學了 自己都心散了 另外我有短時間學過小提琴和洋琴 嗯 嗯 會不會有機會表演一下呢 小提琴和洋琴就沒有了 哈哈哈哈 真的不懂了 即是鋼琴有機會嗎 有機會 彈那些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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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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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爸爸小時候有跟他的兄弟一起打樂隊 所以我也是在音樂之中成章 很好啊 所以我希望Ramon快點出歌 大家快點迫他,快點出歌 翻唱歌也好,或者在一些新歌 大家都一定要支持他,一定要出歌 因為大家都一定會買的 今天很開心,謝謝你的訪問 我也很開心,Jenny Thank you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CLS 留言、讚、分享我的YouTube頻道